装了从安卓市场下载的Flash插件 现在可以看Flash的网页 下面也试一下 这个图是Goopg 这个也是 这个是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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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任意的Flash在上面按一下 然后它就会下载SWF文件 然后显示出来 不管页面有多少Flash 你只要按其中的一个 其他的都会自动下载 这个应该是考虑到硬件 考虑到硬件 你从只有256兆吧 如果开Flash的话 肯定说有一点点卡 如果你想流畅的话 可以不用你开 不像三星 它默认就是开的 可以从最上面拉到最底下 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自动退出 说明这个Flash 还是比较适合 X1070的 三星 三星的拉到最底下 就会自动退出 这个还不错 Fran石头会显示一个向下的箭头 按一下 Fran石少的时候 页面还是非常流畅的 Fran石多了 稍微会有一点点动作 但是情况都比三星的银河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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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可能是开的窗口太多了吧 关掉了鼠页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打开了 这个帖子在iPad上 今天早晨我试了一下 iPad滑到了中间位置 它就自动退出了 不过iPad是越狱的 所以不排除越狱不完善 好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内嵌的视频也一样需要按一下 可以 实际测一下一个是麒麟的开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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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清一下内嵌 然后看别的像QQ或者新浪 行了吧 谢谢大家 不显示弗兰时候的流畅程度 然后开启弗兰时 再看一下 好像没什么区别 即使你开了弗兰时 也不会有明显的卡 跟没有开之前 效果差不多 文字版的论坛 以文字为主 基本上没有什么图片 相当流畅